为了鼓励父亲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凝聚家庭理事会在东海岸公园 以庆祝父亲节为主题 主办野餐活动 吸引了700多个家庭共襄盛举 除了有美食和精彩的表演 现场也有一系列的活动 让父亲有机会和子女互动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陈川仁出席活动时说 除了陪伴孩子玩乐 学习如何同他们沟通也很重要 感谢观看